我們為什麼要問說這樣靈活度夠嗎 這樣還不夠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 為什麼要給你看我的那些內容 因為你會發現 東西有沒有可能變得很多 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你在呈現的方式 那個架構要可以改變 所謂的改變就是說 沒有錯我一開始通常都是從這邊製造 就是這樣順時針的方向開始走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我到後面這裡變了 我變成是什麼 是不是垂直的 甚至我還可以有不一樣的在這邊 有沒有不一樣的架構出來 也就是說在S-Mine裡面 或者我們新制圖的一個使用方式上 你可以試你的需要 我今天我發現這樣會比較佔空間 我就把右手邊這個 你看一下這裡有一個叫做 拉上去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架構 看到了 所以你可以每一個節點你都可以設不一樣 點到它我可以隨時改變一下 這裡我覺得往左邊的會比較好一點 有沒有馬上就變了 每個節點的那個範圍都可以改變 都可以改變 那你今天有需要把它選起來 你就把它這樣框起來 有沒有就選到了 把它選到了 那你就可以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的那個字的大小啊 字型啊這些都可以一起改 都可以一起改 那另外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東西 這個 有沒有 因為有些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有沒有稍微註解一下 在這裡 我就稍微註解一下 註解裡面可以插圖片喔 也可以打文字喔 比如說這個我不要 我要註解一下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等於說 好像一個備註 我就藏在裡面嘛 你可以寫在外面 當然也可以寫在裡面 甚至可不可以附加檔案 可以的啊 如果我有什麼參考檔案 按右鍵 插入 有沒有叫做附件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嘿 所以它的靈活度就在這邊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可以玩的東西就很多 那甚至還有一種是什麼 天外飛來一筆的 我們剛剛講的方法 都是比較單純對不對 就是欸 我就跟這個主題有關的啊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很多人開會的時候 偶爾會提出風馬不相干的事情出來 可是搞不好 那也可能會變成一個是笑點 就是你真正在執行過程裡面 可能是一個可以參考的工具啊 所以怎麼辦呢 這樣子 我找單純一點頁面在這裡 如果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可是我不知道歸類到哪裡 你就在外面點兩下 咚咚 有沒有 浮動主題就跑出來了 這樣了解嗎 那你就可以看 我會拉 到時候有需要再把它放進來 有沒有 也可以放起來 但是你注意一下 如果你靠的比較近的話 有沒有發現我靠的比較近 就怎麼樣 是不是被吸進去 如果你希望 我再靠近一點 但是我不要跟你有關係 可以嗎 請按住一個快速鍵 這個 這個怎麼唸 我常常聽到有唸Auto Auto Alt 了解 Auto 所以你就按住Auto 你看 我靠你再近 也沒有關係嘛 這樣了解的齁 當然你不能插到人家裡面去 在這邊 有沒有這會浮出來 可是呢你是不是可以靠它很近 如果說你有需要這樣的一個情形的話也可以 因為如果你平常拉進來 它馬上就被吸進去了 好馬上 那 如果你覺得這個主題 我不要散掉 我暫時拉出來 請問可不可以 也可以 你就把它 按著Auto 把它 糟糕 進去了 就拉到外面一點 它就會出來了 這樣可以齁 所以 有沒有覺得新制圖也還蠻好玩的 那 這個是在本基端的 本基端的 等一下呢 我們帶各位到零端上面去 好到零端上面去 那你可以在本基端裡面有零端 你可以直接到零端的網頁 服務那邊 直接登錄都可以 好直接登錄都可以 好 來